一人一票 下架台前 國民黨不搞 條人不搞好 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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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我乃娃娃娃娃 要騙我們的新年度 目的就是要使用 國際世界表達我們 台灣絕對是 帶領人數的國家和社會擴興 絕對不可以讓中國國民聽聽 親中的理由 他們作為 讓世界動作我們 跟中共 聽這位 你不可以讓世界 你不能讓世界 我會保護了中國的民主 所以現在是念英文的部分 台灣社會主席 是在台灣的台灣議員 對中國的國民黨的國民黨的投票 再過三個月要投票了 我請問各位 您手上的一票 不管是總統還是英文 您的一票是要交給一個候選人 是確保我們的未來是在活在民主自由體制之下 還是活在中共專政暴制之下 你所當的一票會決定台灣的未來 台灣基金是台灣的防腐性 以台灣獨立為訴求 強化國防為訴求 強化人民體抗議制為訴求的條件 選擇非常的辛苦 因為台灣人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需要確立體我意識 我們不喜歡聽這個話 我們喜歡假裝我們在民主自由中 因為我們可以享受小確信 但是各位這是要付代價的 今天你願意不願意付代價 我尊重你 但是憑法通極的 意識形態不對的 效忠敵人的立委 除假好嗎 中國國民黨和他的前主席 前總統到現在這些立委們 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不對的 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並且他們在立法院執行這樣的任務 他們還自豪認為說 他們在執行中華民國憲法 翻成白話講 他就是要 墨收你我下一代未來的自由跟民主 他們是在削減台灣的國防預算 是讓我們的士兵 我們的學弟 學妹們 你們在戰法上沒有足夠的裝備 沒有足夠的武器可以去擊掌敵人 這是你們的學長在做的事情 你可以容忍嗎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就是中國埋在台灣的托羅伊木馬 我們無法想像 在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的時候 烏克蘭的國會議員是俄羅斯的間諜 並且明目張展地通敵 我們也無法想像 在以色列反擊哈馬斯恐怖攻擊的時候 以色列的國會議員是哈馬斯的協力者 在國會第一個軍事動員 台灣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 由馬文軍 吳思淮 這些中國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他們是中國埋在台灣的托羅伊木馬 阻擋台灣的國防自主 他們正在立法院刪除我們的國防預算 他們想對中國傳遞 台灣不抵抗中國侵略的訊息 他們想對世界製造 台灣選擇極權中國 背棄美國 歐洲 日本等民主陣營的假象 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代議士叛國 台灣卻有馬文軍這些中國間諜 以國會議員的身份公然在國會通敵 我們共負國民黨效忠中國 效忠敵國 而不是效忠台灣 我們要向世界聲明 台灣願意抵抗中國的侵略 堅定站在民主同盟的陷營 我們要向台灣公民呼籲 必須收回親中議員的政治權利 台灣的國會只能是台灣的民意代表 而不是中國習近平意志的執行者 台灣激進主張 全面清除中國的托羅伊木馬 最近幾天趙天林委員的事件傳出以後 有一股風向把抗中保台 把對抗中國侵略這個嚴肅的議題 把它操弄成輕挑的 操作政治洪水 我們絕對不允許 所以我們務必要正式 要嚴重的看待趙天林委員的事件 是多嚴重的國安危機 而不是個人的道德危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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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